好,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我们这期视频呢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双 风双的双,这个字呢它是一个上下结构 其实这个字我们今天重点要强调的就是这个语字头 一个是语字头,再一个是这个字的身材比例 我们先来看这个语字头啊 这个语字头,很多同学这个字头它写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啊 首先你看看 短红,你看微微扛肩 是微微扛肩,不要写得太喜啊 然后这一点,这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多同学就喜欢把它写成品啊 包括我们一些宝盖头 拖宝盖的时候 只要是这边点横钩,它都写成品这边 包括语字头 这明明是个竖点,怎么就能写成品呢 它是个竖点啊,是个点 你可以这样竖上,竖向写 哎,不要倾斜太,不要倾斜角度过大 有同学这样,非要这样写,这样写得特别狠 这样其实也不好看啊 这一点可以处理成竖点 稍长一些,然后呢,勾小一些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语字头的写法啊 首先你看这个点 哎,左边这个点可以处理成竖点 越长一些,竖着一些啊 这一点略长一些,然后横钩 横钩和上面这个短横方向要平行 然后往回钩 这个钩要小一些,不要钩太大了啊 然后竖 这两点,左边两点和右边两点 哎,大小一致,而且啊,不要写太分散 这四个小点要集中一些,不要写太分散 这是啊,语字头 这个语字头带到这个字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写的过于宽,当然也不能写窄了 你写窄了,盖不住下面,是不是啊 这个语字头在上面基本上是一个覆盖作用 但是有的同学,这个语字头,大家写得过于宽了啊 这个语字头写多宽合适呢 就是比下面这个箱,你看,稍微的宽这么一点点 比它略宽一点点,正好盖住它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啊 看,比它略宽一点点 当然这边这个横延伸出去一点 下面这个横延伸出去一点 其余的部分,你看,基本上是啊 怎么样,在它的啊,覆盖范围下的 哎,不要写的太宽 如果你写的太宽的话 会写的这个上面头太重 太重了啊 当然你要写窄又盖不住了,是不是啊 所以呢,这个宽度要适中 要正好盖住它略宽一些些 比下半部分略宽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强调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身材比例的问题啊 上半部分略扁一些 下半部分长 有同学写这个双的时候 身材是五五分的 雨字头和下面这个箱写的 一样长 那这个字你看它写的肯定会很宽 会写的比较方整一些 你想想,它上面这个雨字头 本来也是偏扁一些的 然后这个箱子你看它身材五五分 那肯定是箱子写的短了 对不对,腿短了 那这个字你看整个会写的很方 要么宽了 对不对,要么就是方的 其实它整个字形还是偏长一些的啊 这个腿下半身一定不要给它写短了 它这个身材 你可以写成四六分 就上面略扁一些 下面略长一些 注意一定要是下面要长一些 腿长一些 这个字它才好看 它整个的身材是偏长一些的 不是方的啊 不是方的 我们现在来具体的看一下它的写法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双字的写法啊 首先你看这个上面这个横 开头可以不钝 结尾的时候收一下笔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这样钝啊 有同学写短横的时候 两边钝得特别夸张 不要这样钝啊 然后你看鱼字头这边一点 可以处理成竖点 这样直一点,长一点 然后横勾和上面短横方向要平行啊 这样子 这个勾要小啊 这个点还可以再长一点 这个勾一定要小 然后你看 中间一束 鱼字头点 这四点 哎,那个要集中一些 不要写得太分散 这是鱼字头 然后下半部分 这个箱 横可以延伸出去啊 这样 然后竖 然后竖 竖拉长 稍长一些 你要注意它是上半身短一点 下半身怎么样 哎,长一些啊 要注意它这个身材比例啊 竖 然后横折 哎,收一下 哎,收一下 然后横 横 横 哎,这是双字的写法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鱼字头 哎,盖住这下面就可以 不要写得过于宽 当然你要盖不住写得太窄了 肯定也不好看 是不是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身材比例啊 你看上半部分 扁一些 下半部分 长一些 对腿长一些好看 它整个字形也是稍微偏长一些的 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字形啊 好,我们这期视频 双字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